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二年54歲的方駿 在恩師張偉文的鼓勵下 月前已經推出首隻單曲《古舞》 並會在下月15日 在北角新光器院舉行處男歌唱 方駿就坦然追夢過程並不容易 由出歌到開歌唱 她自知近百萬元血汗錢 花了那麼多錢追夢 是不是值得呢 我覺得值得 人到這個年紀 我覺得 如果我還不為自己想做的事去做 我將來不會後悔 我覺得 唱歌是我的興趣 我也是希望 唱歌為我的終生事業 他就叫我 你是時候自己出來唱歌 你都唱了這麼久 你有舞台經驗 其實你自己都可以自己走出來 他叫我 你自己都要走出自己的路 你要自己想想 加上很多前輩都有這樣跟我說 最說得多 你一定要唱歌 Aimon 你相信我 至於有人指控方盡黏著張偉民混合油水 他亦不肚不快 曾機會澄清坊間的傳言 有些人說我騙了錢 不到我都聽過 有些人傳給我聽過 我沒有所謂 我一笑自知 第一件事 很多朋友都知道偉民有多少錢 而我亦都做了整盤數 我做了整盤數 我做了整盤數 他有多少錢 每一個月花了多少錢 政府掙脫了多少錢 哪個朋友給自己多少錢 我好像會計簿 我有一本簿 我全部都列出來 他的In and Out 我又對得住 是誰地良心 歡迎查 或者是你直接來問我都可以 你覺得我信不過 我可以介紹給你聽 他每個月花了多少錢 我沒有所謂 因為他做了兩次手術 都花了不少錢 因為他先前後生 他沒有買保險 他做了兩次手術 都花了十多萬一次 花了三十萬 到最後那次 亦都有一些歌迷 和我們都幫忙出錢 都不會說他自己負擔不到 總之過了兩關 提及張偉民的近況 作為監護人的方丈就透露 張偉民現時不單止行動不變 實治症也變得嚴重 其實我覺得是金銀洗手 應該要 第一件事 他身體上 精神上 也未必應付唱歌的事情 我也不想勉強他 也想留一個好的印象給別人 以前唱得到 現在隔一行出來 他唱不到 反而會令到他被別人的印象 沒有太多 最近他都說 我都唱不到 其實他都會這樣說 對 聽到當然有些失敗 但是有些事情 我們人要面對現實 你去到那個年紀 去到那個身體的狀況 是不行就是不行 也不能勉強 但如果方進過唱當晚 張偉民有好精神的話 不排除會上台開金口 試圖合唱 離別的叮鈴